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过改变受精卵的基因 成功诞下一对双胞胎的女婴 这对双胞胎的婴儿 它天生具备抗艾滋病的能力 这是世界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 这个消息轰动了世界 很多人批评这个科学研究 甚至很多科学家联名潜着这个事情 认为这件事情不符合能力道德 或者不安全 当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 魔鬼跑出来就回不去了 魔鬼肯定是要伤人的 你与其怪魔鬼伤人 你怎么不考虑一下 不要把魔鬼放出来呢 当然我们这里指的魔鬼 不是说某个科学家 更不是说的那两个孩子 我尤其要祝福这两个孩子 医生是健康的 他们的后代也是健康的 我说的魔鬼是科学技术 危害人类的一面 其实潘多拉的盒子 一直都是打开的 科学魔鬼是披着 仁慈与希望的光线外衣 千呼万唤 伴随着鲜花和掌声 请出来的 因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能造福人类 也能毁灭人类 造福人类的能力越强 毁灭人类的威力就越大 我们人类贪婪自私与短视的本性 决定了我们 只看到了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一面 而忽视了它毁灭人类的一面 或者是认为它造福的是自己 毁灭的是他人 所以还有很多科学家 明显看出来了 这个科学技术 它的不安全性 也隐瞒这个不安全性 那么我们技术这个魔鬼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在十九世纪中一 很多人都认为 遗传是一个混合的过程 当时奥地利有个科学家 叫孟德尔 他一直通过豌豆的杂交实验 进行遗传研究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呢 他就提出来了 遗传呢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独立单位 不是一个混合的过程 是个独立的遗传单位 后面人家把它叫做基因 但是基因是什么东西呢 不知道 孟德尔之后 人们又研究了五六十年 到了二十世纪初 美国有个科学家 叫摩尔根 他以果因作为研究材料 研究遗传问题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染色体是基因的携带者 那么呢 在摩尔根之后 科学家又研究了四十多年 到了一九五三年 就有科学家提出来 染色体里面的DNA这个分子 它是遗传的携带者 但是这个时候 还是没有彻底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真正彻底把这个问题搞明白 是等到了一九六七年 一九六七年 科学家就明白了这么一个问题 基因是DNA上面的一个一个的片段 DNA不仅是染色体里面有 在线粒体和叶粒体里面 也有少量的DNA 那么DNA上面呢 有很多的剪辑 这个剪辑的排列 它不是尺片排列的 它是按照一定的密码顺席排列的 而这个密码顺席 就是遗传的密码 那么从孟德尔 到这个问题搞明白 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而孟德尔之前就不说了 我刚才讲的都是一些节点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 不知有多少科学家 才从事这个方面的研究 不知出来过多少终结研究成果 我说这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科技魔鬼 它不是自己跑出来的 是我们把它请出来的 是艰难的把它请出来的 没有人逼我们 那么有了这么个结论以后 科学家就产生了个这样的想法 你看啊 基因是DNA上面的片段 DNA是个常年状分子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DNA进行减切 把这个基因重新进行编辑呢 或者是把别的基因 别的生物的基因 再放到这个DNA上面去呢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 我们就可以重造一个生命 或者对某个生命进行改造 但是有这个想法 是有这个想法 DNA分子 虽然是常年状的 可是它只有显微镜 才能看得到 它很小 我们要剪切 粘贴 我们不能像剪刀一样简单 我们也不能用胶布去粘它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又有很多科学家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后面呢 发现了一种酶 它能够粘贴DNA 叫连接酶 到了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的中后期 又有科学家呢 发现了限制酶 这个限制酶呢 能够剪切DNA 那么现在有了剪切DNA的酶 又有了连接DNA的酶 对DNA进行剪切边际 就成为可能了 有了这种可能性 很快科学家 就采用基因边际技术 变进了好多生物 当然今天 我们的基因边际技术 已经经过了几代的发展 比如我们这次 这个基因边际因儿 采用的 KRISPR 就是第三代基因编辑技术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 基因编辑的成果非常多 我们的转基因食品 就是基因编辑的结果 比如啊 现在我们有转基因的鱼 转基因的牛 转基因的兔子 这样一些动物 我们通过转基因 使这个动物长得快 肉质鲜美 使牛能够产出更多的牛奶 植物方面 也有很多 转基因的植物 比如大豆啊 玉米啊 棉花 像这样一些转基因的植物 它能够抗病虫害 能够生长快 产量高 我们每做一个 转基因的生物 我们首先都要对 这个生物的基因组 进行了解 在所有的生物中间 人们对 什么生物的基因组 最感兴趣呢 当然就是我们人类的 生物基因组 那么到1985年 就美国科学家提出来 我们要对人类的基因组 进行研究 1990年 以美国牵头 就启动了一项 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是个巨大的研究计划 和登陆月球的阿波罗计划 与研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 并成为人类历史上的 三大科研计划 这个计划 就是要对组成人类基因的 30多亿个检击队 进行精确的测试 从1990年 到2006年 历史整整整16年时间 集中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和中国 六个国家的科学家 最后完成了这个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 于是说 我们为 彻底揭开 人类全部的遗传密码 电击的基础 就在这个计划 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 从2003年开始 又启动了一个 叫做 ENCODE的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 后续计划 这也是个巨大的计划 它集中了 美国 英国 西班牙 新加坡 和日本 五个国家的 众多的科学家 从2003年的9月 到2012年的9月 整整用了9年时间 完成了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要解决 什么问题呢 是要解析 人类基因组的 所有的功能性的元件 今天很多科学家 又在研究 人类蛋白质组的 计划 谁做这么一个一个 巨大的计划的完成 装有我们人类 生命秘密的 巨大的仓户的大门 才一个一个的 被信手打开 谁都可以进去 做点什么事情 你既有可能进去 做点好事 也有可能进去 做点坏事 只有有人说 我们能不能通过 法律的手段 或者别的什么手段 限制人家进去 只干好事 不干坏事呢 不可能 再好的法律体系 再好的到达价值观 他能够限制一百人 一千人 甚至一万人 但是他不能够保证 那个一万零一个人 不去干 违反法律的事情 不去干 违背道德能力的事情 我就说 像这个基因编辑婴儿 很多人认为他 违背道德能力 或者不安全 如果要是何建奎 不干他 别人也会去干他 我现在还可以 自信的 对另外一个 生物工程项目 进行判断 比如 咳农技术 现在咳农出来了羊 咳农出来了牛 但是没有咳农出来了人 为什么呢 他也是面对一个 道德能力问题 他也面临安全问题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 咳农人早晚会出来 根据我们人类的特点呢 任何一项科学技术成果都出现以后 我们都会把它 发挥 应用到极致 从好的方面 我们也会把它发挥 应用到极致 从坏的方面 我们也会把它发挥 应用到极致 比如火药发明以后 我们可以用火药来 开山修路 来饮水修渠 照顾我们人类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它来制造枪炮炸弹 来袭击我们人类呀 而且这个枪炮炸弹 威力越大越先进 越好 比如我们核能发现以后 我们既可以用它来发电 照顾人类 也可研究核武器来毁灭人类呀 那么我们这个基因技术 它会多大程度上 给我们人类带来危害呢 就在我们这个基因技术 刚刚形成之后 我们人类就做了这么个事 用它来改造生物武器 对那个生物毒素 比如病毒啊 细菌 它的DNA进行改造 对它的基因重新进行编辑 使它有针对性的攻击人类的致命机关 这样呢 把我们的原来的生物武器的毁灭力 提高了无数倍 我就看到这样一则报导 这个报导说 美国通过基因编辑技术 改造生物毒素 改造出一种呢 叫做热毒素的生物毒素 使用20克的这个热毒素 它就可以让全球几十亿人都感染这个疾病 并且死亡 非常可怕 随着我们对人类的生命的秘密 结实的越来越透彻 随着我们对其他 有可能对人类危害的这些生物 了结得越来越透彻 我们要想攻击人类的某个部位 或者攻击全人类 我们的目标将会越来越精准 手段将会越来越有效 毁灭力将会越来越强 我们可以随便举个可怕的东西 如果有一个生物学家 对人脑的基因研究都非常透彻 对人脑进行改造 改造出一个至上超过一千的人 就是至上一个超级人类 该怎么办呢 我们人类一般的至上达到一百一 一百二就是很聪明了 超过一百四就是天才 如果我们改造出一个至上超过一千 这个人的人品又不好 那我们不配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统治了吗 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呢 就是核武器的研制 它需要一个国家的力量 而基因技术 它只需要一个高水平的生物学家 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就能够独立获得 一个国家的行为还好控制一些 人类个体的行为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很多科学家就担心了 基因技术它能够灭绝人类 而且它生产出灭绝人类的手段 不会要很长时间 基因技术真正发展 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才开始的 到今天仅仅只有三四十年时间 三四十年时间 就把它发展到了这么高的高度 再过三四十年 我们会怎么样呢 再过七八十年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研究人类问题 将近四十年 就得出来了一系列的结论 其中第一个结论 就是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 必定很快灭绝人类 长者两三百年 短者就在本世纪 我们只有实现 全人类统一意志的行动 去严格的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 并且封城一些 有可能对人类产生 威胁的科学技术层 我们人类才能永续生成 这里还要顺便说一下 有可能灭绝人类的 科学技术 还不只是生物工程这个基因技术 还有很多科学家 担心纳米技术 研究出来的纳米机器人 他要诚信失控的话 他要无限复制 有可能灭绝人类 还有很多科学家担心 人工自能会灭绝人类 所以我说 潘多纳的盒子 到了该关上的时候 谢谢大家